着陆过程中 它以一秒时针的速度 持续不断地对月面拍照 着陆器根据探测到的月面环境 自主调节飞行方向 姿势和速度 避开撞击坑和月延 那个时候的心情 开始是悬的 都不敢喘气 我觉得那个感觉 我们是在北指 北京指控中心 我们飞控都是在那 我们是先看的都是曲线 心都是悬起来的 你就觉得都不能 都有点窒息的感觉 那十二分钟可真长 三亚模拟测局已发出 来进明白 叶核测局已发出 来进明白 从2.4公里到100米这个过程 我们叫接近段 在这个过程当中 开始进行这个粗避障的过程 我们这上面装了 两个避障敏感器 一个叫光学避障敏感器 一个叫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 我们要在大概是600米的 这个高度下 先实现第一级的避障 为了使避障工作更加精确 在距离月表100米时 嫦娥三号会悬停10秒左右 让降落相机进行最后的勘察 悬停在哪里找 这个着陆区怎么样 有没有石头 有没有小山包 要找出0.2米高度的石头或者坑 要求是必须要 就是20公分的石头和坑 都要给它剔除掉 就是把这个立体成像的照片就出来 然后我们做快速识别 尼卡有坑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高区 然后我们找一个相对很平缓的 要快速计算 然后再这样斜着过去 然后落下来 降落相机拍摄的画面显示 着陆过程似乎停止了 月面的景物不再放大 嫦娥三号悬停了 在视野范围内 月面有一个明显的撞击坑 嫦娥三号的激光三围成像敏感器 迅速察觉到了前方障碍 紧急避障开始了 它是边下降边平移 而不是说在这个 一百米悬停的时候平移 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是边往下降边平移 来规避这个战犯 十秒钟 那你可以工作三次 每次三秒 这三次机会 三次如果你得不到正确的数据 它就盲降 不管三二次我蓝料也撑不住了 就盖下了 果然画面再次放大 而那个坑也随着画面的放大 从上方移出了视野 探测避障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关 落地缓冲 着陆缓冲是这个着陆的最后一步了 就是前面主要靠GNC推进削减 这个相对月球表面的速度 最后缓冲是一个新能的过程 在地球上 不论何种质量的物体 都离不开万有引力的影响 一个完全不受控制的自由落体 当它抵达终点的那一刻 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月球的引力没有那么大 但也足以毁灭一个 控制不佳的探测器 那么最终着陆时 怎样才能让3780公斤的 嫦娥三号轻盈落地呢 在地外星体的着陆 主要有三种方式 气囊方式 空中吊车方式和着陆腿方式 苏联的月球探测器 曾经使用过气囊着陆 落地后气囊弹开 仪器开始工作 美国的毅力号火星车 使用了空中吊车方式 阿波罗登月舱 则是着陆腿方式 综合各方面考虑 嫦娥三号最终选择了 着陆腿进行缓冲 我们要实现烙 落 回 第二步落的时候 就必须考虑到第三步回 所需要的相关技术 第三步回的时候 一定要相当于 在月面有一个发射架 才能实现月面的发射起飞 那么这个发射架从哪里来 如果用气囊的话 就没有发射架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想到了 如果要为嫦娥第三期回扑路的话 最佳的选择应该是着陆腿 嫦娥三号的缓冲装置 由着陆腿缓冲拉杆 和缓冲足电共同构成 利用平行四边形的 不稳定结构原理 着陆机构在接触月面受力后 会发生位移 着陆腿内部结构受力施压 拉杆结构拉伸变形 分解力量 最理想的方式就是 它可以拉伸很长 但是也不会断 它只是说有粗变细了 但它不会断 这样一种材料最适合我们了 我们的腿里面 还有拉伸材料 拉杆 受力的情况下 它可以自动拉伸 这在我们国家过去没有 最后我们找了一种 中科院人研究所 多次实验 不能了几千根 拉出来过后 最后我们再比对 拉在比对 这种材料最后研制出来 来看看它和普通 不锈钢制成的实验棒 放在一起的对比实验 不锈钢棒瞬间就被拉断了 而制作缓冲拉杆的合金材料 竟像橡皮泥一样被拉长了 为了减少运行喷射吹起月尘 发动机会在距离月面 3.8米时关闭 嫦娥三号即将成为一个自由落体 这无法控制的最后一步 是最紧张的时刻 特殊材料制成的着陆腿 承载着全部希望 我很难拿时间去判断这件事情 我只知道当时我们在那个 侧风大厅里鸦雀无声 每一个人都在认真地盯着这个屏幕 都在看 都在印证着当时的这个状态 和自己心里的结果的匹配度 每个人都在这么做 北京时间2013年12月14日 21时11分 嫦娥三号 着陆在月球北纬44.12度 西京19.51度的预选着陆区 它即将在这里展开科学探索 这也是人类的探测器 首次到达这片区域 之后这里被命名为广寒宫 周围较大的撞击坑 被以中国的28星宿命名 正月改正 持续了个真实弹断 嫦娥三小判断器 以安全转落 后续按正常计划 持续 为了应对月面的恶劣环境 科学家给嫦娥三号 配备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 请确认两栖分离发现 明白 后续按计划实施两栖分离 着陆六小时后 玉兔一号通过着陆器 北侧的转移导轨来到月面 这是中国第一个 在外星展开巡视勘察的机器人 长1.5米重140公斤 下面装有六个轮子 能爬上20度的斜坡 并跨越20厘米高的障碍物 这六个轮子叫做筛网轮 用0.6毫米粗的钛合金丝 编织而成 能够尽可能减轻重量 并且通过增加接触面积 来加大摩擦系数 轮子外面这24个 像锯齿一样的结构 称为脊爪 它们能帮助玉兔 稳稳地抓住地面 跨过勾勾砍砍 完成这些看似平常 实则暗藏技巧的设计 它的研制团队 花费了五年多时间